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星期二被揭發 有黑幫在露宿者木屋開壇踢南亞人入會 警方星期三加緊巡查 又折查可疑人士 現場所見 這區大約有200間露宿者居住木屋 其中越南裔露宿者比本地人重要多 當區區議員指露宿者聚居天橋底多年 衍生衛生和治安等問題 但民政事務署、社會福利署、食環署、路政署、地政署和康民署 六個部門各自為證 互相卸責令橋底成為治安獨樓 我想現在食環署和警方一定要正視 這個地方已經不在單純露宿者聚集的位置 而成為罪惡溫床 我們必須要針對中的罪案 去決斷這些處理 至於露宿者另外會有福利的需要 如何協助他們補他們上樓 或者是他們需要錢上面有問題 經濟上有問題 這個是真的要使他們出座去個別 以及一些社區的組織去量身訂造 幫他們個別處理 但如果他們牽涉到罪惡的問題 必須要不守願 一定很果斷地打擊 才能防止他們再形成一些社會的罪惡溫床 由政府中人表示 受非政府組織制肘 無論部門提出 任何救私改善通州街露宿者獻生的問題 都被批欠人道 令他們無能為力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